哈囉 大家好 我是拿鐵 今天要分享星球重啟這款遊戲 新手時期要如何取得無限的糧食 首先跟大家分享星球時期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左上角 這邊的話有三個很重要的指標 就是飽足度、飲水度跟健康度 這三個如果你的數值太低的話 有可能會BBQ 所以我們要實時的注意這個地方 然後其他遊戲也會提醒你說 你的飽足度或飲水度或健康度不夠的時候 你就可能會倒下之類的 所以我們這邊要如何取得食物呢 最快的方法其實在新手時期 我們到了第一個莊園 也就是湖畔荒島 這個地方它的上方這裡 就有很多果實 然後有少許的狼可以打 果實的話可以拿到降果 狼的話有機會釣生肉 這邊左邊的河可以釣到魚 然後釣魚的部分這邊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做釣竿的話 第一把釣竿 它需要等級15級 你才有辦法製作 所以說你至少遊戲要玩到15級後 你就可以一直釣魚了 釣魚等級5的時候 你就可以製作第二把釣竿 強化木製釣竿 然後可以釣2級的魚類 在下面還有其他釣竿 就可以陸續在你的釣魚等級提升的時候 去解鎖 然後釣魚等級怎麼提升呢 主要就是一直瘋狂的釣魚 它每釣一隻魚都會增加釣魚的經驗值 然後前期如果你還沒有15級的話 建議你們可以先到比較安全的地方釣竿 遊戲一開始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往上走 它的位置在我們上面這一區塊 然後可以看右上角的地圖 這邊紅色的話呢 是狼 狼的話打死它有機會釣生肉 這邊等級比較低 所以新手時期比較不會死掉 像這樣打死後可以拿到生肉 生肉就可以做肉串的料理 接下來我們往前走 這邊的話會有綠色的圖示 就是果實 遊戲中只要出現綠色圖示的部分 一個蘋果 它就是食物可以直接取得 通常這類食物可以直接吃 然後像剛剛生肉的話呢 它沒有辦法直接吃 要回到家去找烹飪台去製作成肉串 好 醬果的話算是前期新手時期呢 你還沒有釣竿的狀況下呢 最好取得的一個資源 然後基本上一顆醬果呢 可以補3的飽足度 然後我們可以在快速鍵這邊呢 增加醬果 接下來呢你就直接點醬果就可以吃了 一個醬果可以補足 飽足度3跟飲水度1 所以前期的話 新手我今天最快的方法就是拿醬果 再來就是打生肉 然後取得到醬果跟生肉後呢 我們可以直接回家 回到家裡面的這台烹飪機呢 你可以把醬果放進去 只要你放進去的物品數量越多呢 它補的飽足度會越多 如果我先放一個醬果的話呢 它可以補的是5跟1嘛 那如果我先放4個 它可以補20跟5 就會增加它的倍數啊 所以數量越多呢 可以補越多 再來就是它這個遊戲裡面可以組合食物 比如說我們今天呢 你放了生肉 再放了醬果 它就可以變成水果肉串 這邊的話是可以自由擺放啊 然後你可以去開拓一些新的配方 每個配方呢都處於它的一些功效 像有些還有一些buff可以使用 像這邊都有寫 這邊是我自己開拓的配方啊 總之就拿到食物就亂丟 好這次在15集之前呢 推薦大家最快取得的方式就是拿 醬果跟我們的生肉 再來醬果跟生肉還有哪個地方可以拿到呢 地圖呢 這邊有一個渡家河谷 你可以直接傳送到渡家河谷的這個區塊 湖冰林區 在15集之前我建議大家可以在這附近呢 收集 醬果 因為這裡的怪物等級比較低 比較不會遇到太強的怪 這張地圖通常呢 越後面的地區呢 怪物的等級越高 如果你看到怪物等級高你5級的話呢 盡量就不要跟他打 因為有可能會死掉 不然就趕快跑 好這邊的話一樣有降果 這地方比較危險喔 如果你新手時期你怕死掉的話呢 可以在家那邊採集就好了 像這邊有狼 狼的話等級就7級 擊殺他的話呢 有機會掉生肉 可是不一定會掉 所以前期15集之前呢 你在這邊採集東西的時候 要稍微小心一點 這個區塊的話呢 叫做湖冰林區 這個區塊都可以採集 這邊再分享一下 就是這遊戲它沒有辦法 有商人NPC可以交易食物啊 所以說你沒有辦法 交易食物的狀況下呢 就只能夠自己採集 在前期的部分 然後雖然這遊戲有個交易系統 交易系統這邊呢 是會有食物的 可是現在看呢 都是銷售一空啊 所以在前期的話 要買到食物可能不容易 再來呢 我們就是等級到15集 假設等級到15集後呢 你看你的製作啊 你會看到你的製作配方 裡面會有一個木製吊桿 木製吊桿的話 我建議大家一開始 先收集這個材料製作 製作好以後呢 你之後可以使用電力製作 這遊戲很重要的就是 除了用材料製作物品以外呢 也可以使用電力製作 然後特別注意是 木製吊桿呢 要用隨身製作去製作 家裡面的工作台 是沒辦法製作吊桿的 第一次的話呢 建議大家直接用材料製作 像你後面呢 就可以使用電力製作 它這遊戲的邏輯就是 你要先 材料製作一次 後面呢 電力製作就幫你開放了 然後除了木製吊桿以外 我們還要做一個叫做 進化尼爾 這個的話是消耗品 它會有機會消耗掉 所以說這個也要製作 一樣第一次用材料製作 之後你在野外的話呢 就不用特別準備材料了 只要身上有電力的狀況下 你都可以製作 尼爾跟吊桿 接下來呢 跟大家講一下什麼是電力 這遊戲有個電力值啊 你可以看我左上角一個閃電 如果是手機板的話 有可能在下面 這邊有一個電池啊 你可以遜能 只要一回家 你記得遜能一下啊 這樣你在做學生物件的話呢 才有電力可以製作 基本上電力應該都是夠的 當你拿到釣竿後呢 推薦你們可以到湖畔荒島 就是你的出生島 這邊呢 有一個河 我們現在就出去後 往左邊走 釣竿跟魚爾都準備好後呢 就可以往這邊走了 那我建議你們釣魚的部分啊 可以一次呢 釣個十幾二十隻啊 這樣你一邊可以升級 你的釣魚技能以外呢 你也可以拿到 無限的食物啊 接下來 如何使用釣竿呢 一樣呢 你可以開背包把釣竿拿出來 也可以呢 就是按你的快速鍵啊 像我的快速鍵是3 3這邊按下去以後呢 就可以直接拿到釣竿 然後釣竿後呢 再裝備一個魚爾 然後電腦版跟手機板的操作 基本上有點不太一樣 不過按鍵都是不是差不多 可以看的到位置在哪裡 好 我們現在拿到釣竿以後呢 就可以直接拋竿 拋竿後呢 他會等待上鉤 大概等幾秒鐘啊 當這個魚線有在拉扯的時候呢 表示就是有魚爾上鉤了 好 當他開始拉幹的時候 你就點一下 攻擊鍵 這邊 控制在框框裡面呢 然後等他的CD值消耗掉 他的耐力值沒了 就可以釣到魚了 所以他水中有一個耐力值在動 然後上面這個就是寶子在框框裡面 好像有機會釣到寶箱 寶箱釣到的話你可以拿到 改裝藍圖 這可以拿來改裝高品質的裝備 這在其他影片會跟大家分享 好 我們再繼續釣 像這樣是沒有釣到魚的 不過釣到寶箱他機率不高 因為大概我釣了10次魚吧 有一次可能會是寶箱 然後前期的話你們在15級 我建議可以多釣一些魚啊 因為野外的鹿呢 跟狼呢 你要拿到生肉的機率不一定會出 他不一定會釣生肉 所以說我建議你們可以釣魚 無限食物的話呢就是一直釣魚 家裡面的魚塘呢 魚是無限的 然後這遊戲的資源不會互搶 所以不用擔心呢 你魚釣太多呢 其他玩家釣不到 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你就可以一直釣魚 然後釣魚的部分 我建議你們可以釣到 釣魚等級5啊 就可以製作綠色的釣竿 這把釣竿是第二把 他叫做強化木製釣竿 就是我現在拿的這一把 好 我們現在就釣完魚了 釣完魚後呢 我們就可以回家了 這邊有一個退出鍵喔 你們一樣如果釣完魚可以按脆速鍵 料理魚的話呢 用烹飪台 一樣呢 你可以放肚這個魚 你可以放一個或兩個 然後他補足度就不一樣 像我這邊先放一個 會做出紅燒魚塊 紅燒魚塊的話 這比飽足度是8 飲水度是2 然後他的話吃還有額外的屬性加成 手領傷害增加 實際上是600秒 所以你在打一些手領怪的時候呢 可以使用或用狙擊槍的時候 然後我可以特別注意 還有可以結合一些其他食物 像他有些食物結得出來以後呢 他的物品會不一樣 像這邊變成鮭魚飯糰 好 這次15級的時候呢 我們的角色可以釣魚 接下來呢 要如何拿到小麥 小麥是我們這遊戲裡面 最重要的糧食了 因為我們後期呢 就可以一直吃小麥 小麥可以不用讓你去釣魚 不用去打野怪 也不用採集水果 你就有一個固定的食物 也就是無限糧食 好 最重要它的環節就是 裝園控制 我們這邊可以按一個放大鏡 升級預覽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就是在等級3的莊園 有一個莊園科技田的解鎖配方 這個的話就是無限糧食的來源 所以我建議大家呢 趕快把等級練起來 然後升到3級莊園 你會先免費拿到一個莊園科技田 拿到莊園科技田後呢 按下建造鍵 它會在下面出現 出現後呢 你們可以把它擺在這個位置 好 另外一台是我自己製作的 因為製作方式跟大家分享 莊園升起來後呢 你拿到配方以後呢 你都可以到家具的製作台這邊來製作家具 包括工作台 它有擺放的上限 像這個莊園科技田呢 目前我莊園4呢 只能放兩台 一台是要送你的 一台是我自己製作的 然後材料在這邊 目前製作的部分呢 都需要消耗材料 材料取得方式點下去 這邊有放大機點下去 它會告訴你大概在哪裡可以拿得到 所以也不用擔心說這些材料如何取得 它這遊戲只好放大進就會提示你 包括像這個素質的部分啊 你也可以透過交易行去購買 這個是其他玩家賣的 然後你也可以拿到材料後 賣給其他玩家也可以 好 接下來呢 分享一下如何使用科技田 科技田是無限量子的來源 基本上在遊戲你拿到科技田以後呢 你就不愁吃穿了 科技田的話需要種植幼苗 然後這邊有一個小麥幼苗 好 小麥幼苗的取得方式呢 這邊有寫就是莊園放賣機 點下去後呢 這邊會顯示 買一個幼苗的話是28600的聯盟點數 然後其實不用擔心 這聯盟點數數值看起來很多 可是其實聯盟點數要賺很好賺 你只要開箱子解任務 都會拿到相當豐厚的聯盟點數 所以不用擔心這個金額太貴 每天上限可以買三個 建議每天買滿 每天買滿的話呢 你才不會擔心有一天 後半天沒上限 隔天沒有小麥幼苗可以放 接下來要記得要買的就是 防蟲噴霧 它可以增加收穫值的產量 所以這個東西要一併買 每天也是先買到上限 買到一定的量的話 你後面不想繼續買也沒關係 這可以自己決定 像我這邊的話呢 還可以買到 沙嬌種子 這個可能就是 你的莊園升起來 或等級升起來的話 就可以買了 我這邊可以先買 總之來講 我們一開始就買這個 後面的話還有其他的 東西可以買 總之我們今天先介紹就是 小麥幼苗 好買到小麥幼苗後呢 我們這邊點這個科技田 按種植 種植後我們要按 澆水 施肥 跟除蟲 澆水的部分 需要瓶裝水 瓶裝水如何取得呢 這邊也分享一下 我們到家裡面的這個 智慧飲水機 灰色這一台 這一台的話有一個 喝水按鍵 第二個是裝水按鍵 裝水按鍵的話 我們需要使用製作 去做過濾瓶 過濾瓶的製作方式 就是只要拿到木材就可以製作了 建議這邊可以一次多做一些 一個過濾瓶可以裝一瓶水 好我們現在拿到過濾瓶以後呢 你就可以使用裝水鍵 他按鍵就亮起來了 好的我現在裝好水後呢 他直接幫我裝了十瓶水 所以這樣會比較快 他這個水的話呢 就是這樣製作 然後另外兩個的話 一樣是前往商店去購買 然後他這商店其實叫做 曙光百貨 曙光百貨平常要怎麼打開呢 你可以開你的遊戲介面 他在交易這一欄 這邊就可以看到曙光百貨了 然後交易函的部分是玩家的買賣 這個遊戲有分就是 有些東西是可以玩家自己拿來賣的 這邊都是玩家可以自己賣的 包括你自己可以出售 你拿到多的材料 都可以在這邊做出售 然後這邊購買的東西的話呢 會在哪裡拿到 這邊也分享一下 會在信箱拿到 信箱的話呢 在家裡面的這一台機器 有一個家用信箱 當你買了交易商城裡面的東西的話呢 都會出現在信箱裡面 他不會直接放在你包包裡 所以找不到的話記得到交易行箱來找一下 像我們分享一下這個科技田呢 可以種多少食物啊 基本上他一天呢 可以收穫很多次 一次大概可以收穫三到四個小麥 然後像我現在有兩個田 所以我們可以繼續種 我第二格的話 我就種這個野生沙嬌 一樣我就交水施肥跟除蟲 如果你們現在新手之前 沒有看到沙嬌可以買的話呢 你就等級練起來或狀態升起來 就會看到了 好小麥的部分 我這邊身上已經有取得了 就是我有先種然後先拿到了 然後小麥我這邊先有11個 小麥在遊戲裡面呢 非常重要 因為他可以製作 烹飪料理蠻多的 他可以合成很多不同的果實啊 比如說我們今天直接放一個小麥的話 他可以製作一個法國麵包 做出來後呢 他的飽足度呢 有16點 我剛剛可以看到跟魚比起來 還有跟果實比起來 還有生肉啊 他真的是補得非常多啊 所以無限糧食的來源就是小麥 然後再來就是你背包裡面呢 會有一定的空間 所以說如果你東西太多的話 你的料理會放不下 像我這邊先把果醬吃掉 這邊我們一樣可以合成 比如說醬果跟小麥合成 他就會產生未知的菜養 像這樣可以做出一個夾心果 麵包 他可以挖礦副產能提升 3.9135% 然後持續600秒 像很多食物呢 他都會增加一些 額外的附屬的buff啊 所以說你們可以去研究配方 也可以跟你的朋友或同學去研究配方 互相分享說哪些配方蠻好用的 像加薪果醬麵包呢 就可以增加挖礦的附產量 非常的不錯 而且飽足度呢 也有16 飲水度有4 基本上我們的無限糧食呢 就是做到科技田 然後科技田會隨著你的等級 或莊園提升呢 可以製作多一點的科技田 目前我這邊是只能做兩台 後續會再專門做影片跟大家分享 食物的部分跟料理的部分 基本上來講呢 這就是新手時期的幾個方法 這邊再快速跟大家分享一次呢 15級之前還不能釣魚啊 你就是野外採果實 跟打鹿跟打狼 有機會拿到生肉 15級開始呢 你就可以用釣魚的方式 然後到莊園可以升級的時候呢 上到莊園3 你就可以製作科技田 當你製作科技田以後 每天就是種植這個小麥 一天可以收割很多次啊 所以你就會身上有吃不完的小麥 基本上供你一整天遊玩遊戲啊 所以無限量子的取得方式呢 就分享到這邊 如果你覺得攻略有幫助的話呢 也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 讓他知道這個情報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他喜歡 持續訂閱我打開通知鈴鐺 後面繼續分享這款遊戲的攻略跟情報 也記得訂閱我Youtube主頻道 副頻道 玩具頻道 哪個頻道 追蹤我TwitchIG粉絲團 搜尋我不合適哪一題就可以找我了 也謝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下個遊戲見囉 掰掰 要給你一下 再給你一下 而是 感谢观看